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偏往西北走而不往其他地方去呢 是另有寓意 还是作者随便写一写 要知道 古人写书非常严谨 绝不会随便按一个名字 也不会随便写一个地名 更不会胡乱写一个方位 很明显 这里的两个方位都是有所指 观音从正南上来 正南在哪里 指的是南善部州 原来 观音早就来到了南善部州 住在长安城的土地庙里 他从正南上空而来 指的就是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金河龙王为何往西北而去呢 西北方向其实就是地府方向 我们看一下文 李世民被抓进地府之后 石王如何说 自那龙卫生之前 南斗星此故上 已注定该遭杀于人草之首 我等早已知之 但只是他在此折辩 定要陛下来此三草对岸 是我等将他送入轮藏 转生去了 原来 这金河龙王果然到地府把李世民告了 既然接到了壮旨 地府只得把李世民叫来问话 后来地府决定把李世民放回去 石 李世民非常懂得起 问地府还差什么 回去就送来 石王说 我们有东瓜西瓜 只烧南瓜 地府为何烧南瓜 难道他们真的喜欢吃瓜 其实南瓜就代表南善不周 也就是说 还有南善不周不服从地府官里 李世民明白了 马上答应回去集送来 这样一联系上下文 就明白 观音为何给金河龙王指路了 其实是告诉他 去地府告状吧 在这里闹是没有意义的 也是我们不允许的 观音为何要指示金河龙王去地府告状呢 因为不把李世民拉到阴间三日游 他就不会开水路大会 就不需要西天的经术 就不会安排唐僧到陵山去经 所以 这经河龙王就是一枚棋子 处处都是为了对付李世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龙王指数